比率是百分之五十五 所以五十五是一個超過一半的一個數字 所以肢體動作對於這一場報告 或是這一場自我介紹 演講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所以這也造成說我之後啊 比如說這個禮拜 我有報告一場那個計畫的一個補助會議 那台下也是有好幾個委員 那我運用了老師這邊所教的一些講話的一個技巧 那第一個就是有放慢速度 因為我事後還有去聽一下我的那個錄音檔 那確實是比以前講的更清楚 所以我這部分我是覺得我是有進步 在這邊謝謝老師 那第二個的話是我有運用一些簡單的一個肢體動作 不會說就直接在一直唸簡報 因為以前其實還沒有上來 多上來當眾講話的時候 我是一直都是唸簡報上面的一個文字 那第二點的話就是我會多運用 就是不要背 希望是不要背 然後就直接就是在前一天或者是演講之前先準備好 要講的內容是什麼 那因為有常上台的話 所以在講話的部分 就真的是不會有一些 比如說罪語啊 或者是說講到一半啊 不知道要怎麼接下去 那這個是在這邊的一個收穫 所以我認為說這禮拜我去做這樣的一個專案的一個報告 明顯是有一些進步 那第三個事情是 我昨天有想到是 演講啊 就有點像是在學開車 那老師這邊教導我們一些 比如說要怎麼去看交通號字啊 然後要怎麼去把這個車子的性能 就是搞懂 所以其實在講話的部分 就像學開車 一開始的話 我們在開車一定都是會很緊張啊 甚至說 車上會放一些 咖啡啊 還是什麼提神飲料啊 甚至連那個香菸也都來抽 因為越開越緊張 都會趴會撞到人 那其實最後真的也是都有撞到一些 有的沒有 車子都會受傷 那後來發現講話 開車一樣嘛 因為你開越久之後啊 你的技術真的就是會越進步 甚至是不用抓方向盤啊 跟老師一樣 現在可能老師講話 也都知道一些 其中的一個技巧或者是規則 那不用抓方向盤啊 然後或者是說 稍微不用這麼的一個專注 也可以把車子開很好 然後也不會撞到人 或者是發生一些事故 那我是在這堂課祈禱 祈禱 祈禱自己 就是像講話 像開車一樣 要不斷的一個練習 不斷的去實坐 那最後 真的是可以把講話 開成 變成 轉換成說 開了一手的好車一樣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謝謝大家